我們進到簡報室6月要來跟大家介紹風鳴器 其實風鳴器是在生活裡面用到的還蠻多的人 像我們家那個熱水餅 如果煮水 煮滾了 它就會這樣 另外這個 你看一下 家裡面有沒有這種計時器 你把它打開 裡面就是一個風鳴器啊 還有像我們電腦裡面有沒有 電腦裡面開機不是嗶嗶嗶嗎 會有畢業聲音 現在他們也不是用那種大的喇叭 也都是用這種風鳴器 所以主機板上會有一個 會有一個 那各位最主要就是說 你找一下你們的板子 就那個材料裡面啊 應該都有一個是像這樣 有沒有一個黑黑的 圓圓黑黑的 這些就是風鳴器 這就是風鳴器 那我們風鳴器有分兩種 一種叫做有緣的 一種叫無緣的 那這個差別在哪裡 有緣的 它一般就是用來做類似像警報器用的 就是有人碰到開關的 嗶嗶 會比較大聲 那它也只有一個音量 要一個音量 但是無緣的 你就可以透過那個 電壓的調整去改變它 所以一般像我們在玩電動玩具啦 那如果有一些聲音嘛 很多的玩具裡面 或者是那個 電子元件 它就需要跟你一些互動嘛 一些回饋 就用聲音來代表 B 一聲什麼意思 兩聲什麼意思 那你看一下 你可以比較一下我們上面這裡 你先看看我們這個 有沒有發現 它兩隻腳是平平的 就沒有像我們剛剛的LT燈長短角嘛 所以這個就是無緣的 如果你有長短角的 就是有緣的 這是第一個判斷方式 第二個判斷 你也可以看它 澆灌的方式 我們的這一種的 是看得到晶片的 就是那個電路板的 所以 這個是無緣的 如果是有緣的 它有 有一點像那個叫馬嘎 那有沒有 會有一個亮亮的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這個 有沒有看得到這個 對不對 所以 雖然它上面還有寫正負極喔 但是其實這個正負極是沒什麼意義的 因為它正極負極都可以 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正負 對吧 上面有正負齁 但是這個是沒有差的 也就是說我們用的是無緣的 這一種的話呢 它本身這兩隻腳就沒有所謂的正負極 所以你怎麼差都沒關係 那各位 你就不要客氣啦 剛剛不是發了兩條嗎 你就把公母的隨便擦 反正不會擦錯 像這樣子 擦上去 這樣就好 其實呢 這個 你說可不可以直接接在麵包板上面 也可以啦 只是說因為擦在麵包板上的話 那個腳 因為大家這樣拔拔拔 比較容易斷掉 所以我這邊我通常都是這樣直接接就好 就直接這樣接 那麼 現在呢 你就把它接到開發板囉 開發板的話呢 我們現在一樣 就是一隻腳接到05 一隻腳接到05 這個GND接地 哪一隻腳都沒關係 我們剛剛講的沒有分正負極 隨便接 隨便用 好 這裡我接到05 有沒有 好 這裡我接到05 有沒有 一個 就接到GND 那還是建議各位 盡量就是把亮面就朝外 就是朝同一邊 這樣的話 以後要檢查比較容易 你現在插上電之後 我們就來測試一下囉 看它會不會叫 那我們現在來試看看 來 體驗板這裡 好 如果剛剛這個你不要用到的 你就可以把它收起來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把它保留下來 請問 我先講一下 如果你想要把它保留下來 這個程式要怎麼保留 直接另存嗎 準備 我好 我們剛剛體驗板還有模擬器 它們都沒有登錄 所以就可以直接用了 所以如果你要保留的話 請到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鏈子 你要用這種方式 這是Webduno 這種方式 你把它按下去之後 它會告訴你 我幫你產生的這個網址 可是這裡能不能複製 不行 對不對 各位不用擔心 因為這裡的就是這裡的 有沒有一模一樣 你只要把這個網址複製起來 下次再貼進去 你的程式就在了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你寫的 把它保留下來 就是按一下 但是要留意的是 如果以後 你有做了修正 比如說我把這個按變成 你注意看一下上面網址的變化 有沒有馬上就不見了 也就是說 你如果有修正的程式 你要重新再產這一次 舊的那個 就是永遠都是舊的 它就是幫你保留這個狀態 如果你今天用的是雲端平台 也就是要註冊的那一種 就不用那麼麻煩 你改了然後自動儲存 跟那個過國文件那種一樣 這樣有沒有清楚 所以你要保留 你只要保留它的這個網址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回到這邊 這裡我就不要了 就把它丟掉丟掉 全部都丟掉 只剩下 NLED燈就好 不是 只剩下開發板就好 我現在只要開發板 好 現在開發板有了 那請問你 我們的這個 風明器 你覺得在哪一個類別裡面 對 再輸入輸出第一個有沒有 所以一樣的 你有原件之後 第一個要跟它講 你插在哪一個角位 就是第一個 我們大家插在05 對不對 那你說到底要插在哪一個好 風明器有一個要留意一下 是它不能接在04以下的 以Smart開發板來講 它只能接在05以上的 所以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進來了 我告訴它 我有一個開發板 有一個風明器 那怎麼樣才能讓它播放呢 一樣都找這個類別 有沒有叫巴勒 你一定要用 先有這個 才能夠把這些音符放進來 好 所以我先用這個 一丟 好來這邊 它可以一個一個音慢慢加 也可以一次一串 也可以有內建的 你看我用一個內建的 有沒有這裡有其他一些 那我們先利用這個方式先怎麼樣 測試看看 看看你們家的風明器會不會叫 這樣有聽到對不對 好 但是我們這種風明器 有一個缺點 它沒有辦法調整音量 所以畫後看有 你拿到的 也許有的 比較大聲 有的比較小聲 但是你覺得 如果真的想讓它大聲一點 有什麼方法可以做呢 欸你有看過人家講話 用麥克風叫做大聲功嗎 做成什麼狀 喇叭狀是不是有用 因為聲音會集中嗎 那第二個方式呢 如果你要再偷懶一點 還有一個 那你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它上面有個洞 這個洞 你看喔 我先撥 我先撥一次 這是我現在的音量 好 我把它按下去 現在回來我重新再撥一下 這個是現在的音量 我把它 有沒有變大聲 因為當我塞住這個孔之後 它的聲音是不是在裡面回蕩 一直咚咚咚咚咚咚 就會變得比較大聲 這樣了解 所以這樣也可以 就是了解我們的 那個 生命的 物理現象 因為它在一個封閉空間裡面 碰到牆壁再回來 碰到牆壁再回來 音量是不是會變增加 因為距離很短 所以它很會增加 你不會 我們距離遠了 是會產生所謂的回音嗎 就是你會散裡面 啊啊啊 然後就對面一個啊啊回來 那是因為距離比較遠 可是距離很近的時候 幾乎就會變同時 那你的音量就會變大 那你的音量就會變大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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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